今年的失误可能会取代四年前的失误 我也很期待大家的失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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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花重点 每首歌都熟一点吧 火山车 不要 没有 没有出血包 如果大家想吃可以摄影 那我们等新专节之后再聊吧 现在我才不太想透露我的新歌 要保密演唱会就能听到了 Hello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我玩这个每次都好像会输 移动的火星之城是什么形式 今年的这个形式是一个 有点像以往火星演唱会的一个升级版 来观看演唱会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可能不光是看演唱会 然后还会在整个乐园里面去体验 吃喝玩乐 对 样样都有的一个感觉 作为总导演可以详细剧透一下的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项目 首先我们这个地址 就是在海口的一个游乐场里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 可以先去玩一下 然后吃的东西 然后有很多的美食 还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 还有艺术装置 然后也跟艺术家合作 今天演唱会的时长也很长 然后会有分下午场和晚上场 下午场的话会互动性会更多一些 晚上会更像是狂欢 中间也有休息的时间 然后可以给大家吃吃喝喝玩玩拍照 这样 至少有六处最好玩的打卡点会有攻略的 作为总导演会考虑演唱会拍一个纪录片吗 会我们有我们其实已经有拍 当演唱会开完之后应该就会会出来 对 四年了想问华晨宇什么时候能办了歌迷 国王与乞丐已经重拍 因为我觉得火星演唱会其实 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它会有一个互动环节 基本上每年都有 今年这样演唱会可能会更接近于我理想化的一个演唱会 然后所以它的互动内容会变得比以往要更多一些 今年的失误可能会取代四年前的失误 我也很期待大家的失误 今年打算给春年人伴奏吗 当然会有伴奏 会伴奏难受的 那我不能透露 肯定是现在透露大家不就提前准备了 有没有作业提前让大家练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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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可能当天演唱会有很多环节 也可能是我自己都是当下要去即兴完成的任务 就是因为太未知了 就是通过互动才会知道我要我要表演什么 那我当然希望大家也都是未知的 哈哈这样才好玩 不要花重点每首歌都熟一点吧 今年的清凉中有多清凉 能多清凉啊 男孩子夏天不就最多也就短裤短袖了吗 背心类似这样的吧 这六天狂欢会有多少华晨宇有此班的成员呢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会来吧 因为包括舞台都是多面融合 不只是大家所理解的三面台和四面台 就不只是这样就很多面 然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种状态要出来 对 这次演唱会是在游乐园里 那自己有没有玩这些项目呢 有啊 我体验了激流涌进 海口其实还蛮暖和的 水上项目其实还蛮适合那个天气的 敢坐过山车吗 过山车 不要 我不坐那个那个太害怕了 我看过很多类似那样的视频 真的是太害怕了 如果给大家安排这个B瓦的项目 你会推荐哪些 过山车 大家可以体验我就算了 数大了就是 就是就是别别别挑战这个 除了过山车 还有什么项目给大家推荐 旋转木马 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打卡点 因为我们自己有专设打卡点 然后可以去那玩一下体验一下 打卡点是什么样子 可以透露一下吗 有各种的 艺术装置 也有跟火星演唱会 以往就是相关的一些 元素和设施都会在那里 集合所有打卡点的拍照 会有奖励或者惊喜吗 当然会有 赞不透露 火星演唱会上的娱乐及美食 都是挑你爱玩和爱吃的吗 我推荐的当然都是我爱吃的 然后但是也有那种 每一个人都可能都会爱吃的一些 零食之类的 对 会有猪血糕吗 没有 没有猪血糕 没有猪血糕 如果大家想吃可以摄影 现在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我是总导演 我说了算 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 然后照顾好自己 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也注意防疫措施 对 Purper这一次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亮相呢 Purper这一次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 在其中某一个打卡点里面会亮相 六天演唱会中间间隔了四天 有什么安排吗 彩排是一定会有的 然后再就是 我会想要去海口 就是周边去玩一玩这样的 然后放松一下 然后还要锻炼身体 舞专目前的进度如何 舞专现在 就是演唱会上要唱的新歌 都已经准备好了 演唱会结束之后 就陆续的就把这些歌都发出来了 专辑里面会有几首歌 大于等于八首 这张专辑里的歌的灵感都来自哪里 就是这两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 基本上都待在家里面 所以这张专辑会跟我上一张专辑的区别 会有点大 我上一张专辑其实讲的很多都是比较偏大的故事 大爱的一个主题 然后呢 写的每一个内容都挺大 神术啊 环境啊 然后呢人与世界人与动物啊 就是这样 然后呢今年可能都是生活化的的一些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都在家里面吧 然后讲的都是比较偏小小爱 再就是比较比较有趣一些 可能以前的音乐都会一听就是那种大音乐 然后那今年的音乐都是比较偏好玩一点的音乐 就是同趣一点的 然后再就是也有一些自己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和就是一些成长吧 对 有什么样新的生活感物放在这张专辑里 那我们等新专辑的时候再聊吧 现在我才不太想透露我的新歌 要保密 演唱会就能听到了 第五张专辑你最偏爱的地方是什么 每一首歌和每一个地方我都很偏爱 因为每一首歌都有自己很真实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很喜欢我今年这张专辑的整个的主题 然后呢都是比较青春阳光照能量 对我自己听起来我会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不可以出一期健身Vlog带领大家一起健身呢 可以啊 我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健身 然后为演唱会准备 Vlog可以吗 突然你可以我们就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我健身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下了一个那个APP 然后然后每天要在上面打卡 然后做运动 然后每天至少要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有哪些动作最适用 最快的话 那肯定平板支撑是最最最最适用的了 然后再就是一些博程啊 那个让我起坐啊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动作就比较复杂 就是 对 那个那个 但我觉得平板是最好 最好 平板支撑最多可以做多久 没试过啊 两个多钟 但两个钟之后 他就要接着下一个动作了 今年会不会给火星人看音乐小课堂 比如之前的世界是个动物园 演唱会上会有啊 如果邀请王牌家族来演唱会 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一个项目 你会怎么安排 腾哥跟李儿姐 他们玩项目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我觉得他们能跟着我的音乐 蹦两首歌 对他们来说就已经算很大的挑战了 小童的话 他可能爱蹦蹦跳跳 但是游乐场里 我觉得任何一个项目 他应该都不太敢玩 如果一定要安排一个项目 你会安排什么 跳楼机 如何从落地城河成长 为优秀的去技术 努力啊 努力练习啊 我每天很努力的在玩这个游戏 就一直在练技术 然后看各种的大神的视频 主播的视频 然后学习他们的那个走位啊什么的 再就是跟职业选手 听他们的教学 真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发现玩游戏 其实是要很认真的去学习的 演唱会现场会考虑随机匹配队友 玩两局和平精英吗 有 可以 我们可以在演唱会上面可以互动 这个 空气投篮最好的暗题是几头几重 空气投篮 百分百重啊 我现在这个篮 我跟你说 美国那个NBA的球长上都已经进来了